信佛愿 这个佛是指阿弥陀佛 愿是指四子八愿 就是说明 法葬比丘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在他的老师面前 世间自在王如来 曾经发这个大愿 我们称为叫做四十八大愿 你要相信 大家都知道 四十八愿是五量寿经的核心 而五量寿经一展开 就是整部大方广佛华严经 而大方广佛华严经 就是整个四十九年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而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讲经说法 都离不开这句名号 所以四十八愿都是饶者 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一展开就是四十八愿 所以阿弥陀佛五量节以来 所修学的功德都在这句阿弥陀佛 而这句阿弥陀佛获得四十八愿的加持 那就是圆满的 所以你要相信 因为你相信四十八愿等于相信这句名号 像过去有一个 有一些居士 有一些居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每天念阿弥陀佛 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阿弥陀佛念个不停 阿弥陀佛会不会反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天天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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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样个不停 像我们台南进宗学会 台南进宗学会 那五楼 叫做念佛堂 每一天 二十四小时念佛的 这个星期 哪一批 哪一批 这个星期二哪一批 都有分开的 二十四小时 每天多人就在那边念佛 虽然人数不多 希望我们以后 学离尽中学会 可以这样做 二十四小时 挂单在里面的 你可以二十四小时来念佛 安安心心的念佛 时时塌地的 你好好来念佛 以后可以这样做 我相信 学离尽中学会 不久也会降起来 以后 供养给大家 这样 那就不得了了 台南进宗学会 有这样 我曾经参加过一次 只有一次而已 有 真的二十四小时的 你看一天到晚 你天天念阿弥陀佛的名字 天阿弥陀佛的名字 阿弥陀佛不会感觉啰嗦 感觉很烦 会不会生气 像如说 比如说 太太的 每天你喊着老公 你一天到晚 你喊着老公 老公会不会反啊 会不会反啊 对不对 有时候这种道理简单 你天天 老公啊 你在哪里 等一下一个小时 你又在打电话 你在哪里 你在做什么 你天天打电话 你打一直打 你说 你的老公会不会反啊 当然会反啊 或者你 比如说 你的孙子每天叫你阿嬷 姥姥 奶奶 你每天一天到晚 在教你这个名字 你会感觉反吧 当然会反 但是啊 尊敬的这个同修大哥 阿弥陀佛不但不会生气 阿弥陀佛不但不会感觉烦 而且阿弥陀佛的愿望 就是你要天天的念他的名句 他就是最欢喜的 真的啊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 那为什么阿弥陀佛很欢喜 我们天天念他的名字呢 你看哦 阿弥陀佛在英地修行 发这个四十八大愿的时候 你看 第十八愿 先用 用这个来跟大家做一个比喻 第十八愿五量首先大家很熟了吗 是不是 我们来念一遍 阿弥陀佛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读一下 来 请和长 我做佛师 释放众生 闻我名号 自信心要 所有善恨 心心回向 验生我国 乃至使命 若不生者不取正觉 唯处五逆 唯放正法 这个教你什么呢 教你念佛 文就是听文的意思 就是教你依教奉行 就是阿弥陀佛要我们念他的名号的名证 下面的那一招 下面的那一招 哦 所以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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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不会生气 不但不会烦 而且呢 要你天天念他的名号 天天念他的名识 他最欢喜的 而且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留意 一定要留意 不仅仅在第十八愿 阿弥陀佛在四十八愿中 告诉我们 众生闻名靠获得功德利益之愿 总共有多少 有十三愿 都是教你们念这句名号的 天天要他念他的名号 你看我们来看 这个十三愿里面 第一个是什么 我们看下面 第十八愿刚才已经念过了 十念毕生 第二十愿 年终接引愿 第三十四愿 善谈法药愿 第三十五愿 一生补处愿 第三十六愿 教化随意愿 第三十七 一时至至愿 第四十一愿 至第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七 到第四十八 就是文明后 得广大利益的 何况来念他的名号呢 这四十八愿里面的地 总共有十三愿都是讲 你这一生能够稳到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你就获得五量五边的功德利益 何况我们亲自用我们的先程心 恭敬心来念这一句名号 那就不得了了 都是离不开这一句名号啊 刚才已经讲过了嘛 四十八愿都是饶者这一句名号的功德 都离不开这一句名号 我们下吧 别人